韩国情报机构10月18日称 朝鲜已向俄罗斯远东地区 派遣1500名特种部队士兵 在当地进行训练和适应环境 并可能被派往乌克兰战场 该机构表示 一直在与乌克兰情报部门合作 并使用面部识别人工智能技术 来确认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 帮助俄罗斯军队发射朝鲜导弹的朝鲜士兵 该机构称 根据从乌克兰战场缴获的武器残骸 朝鲜自去年8月以来 已用超过13000个集装箱 向俄罗斯运送了炮弹 弹道导弹和反坦克火箭 总计已有超过800万枚火炮和火箭弹 运往俄罗斯 据韩国最新数据 朝鲜现役军人总数达128万 并在加紧研制导弹和核武器 如果得到确认 朝鲜向俄罗斯派遣军队 将是自50年代朝鲜战争以来 该国首次大规模参与战争 顶部写贝 您的航封 精准 部队 写购 写购